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鹿为马 他们到底在掩饰什么 注射到脸上的机密 他在身边正在讲述 我查个资料没有权 我看个仪器 人家这个没有权 这个不在 我说打个什么东西 人家说这个机密 那你能告知我啥 我是小费狗 难道我没有知情权吗 我还没同意吗 我一般人都不会投点地 我都去看这 看这 看那 你剪它不然 我一进来 你给我甩脸 你把这 你给我甩脸 好不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刚才您看到的这段视频 发生在太原市的一家 名叫上润医疗的美容门诊部里 视频里的这位女士 她姓李 而和李女士争吵的是这家医疗美容机构的负责人 那么李女士坚持要看的东西是什么呢 对于李女士的要求 这家美容院的负责人 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这个事还得从李女士的一个求助说起 今年33岁的李女士 是个全职太太 爱美的她 平时喜欢光顾一些美容院 或者医疗整形医院 这天 她偶然间了解到 太原市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 有皮肤美白的优惠活动后就去了 她的名字叫冰激修炎 我就问她的冰激修炎是什么东西 她就是说血清蛋白 就抽你自身的血 然后过例什么血清蛋白 然后再注射到你的脸上 她说这个没有任何危险 你就想是你自己的东西 她只是你补充你的胶原蛋白 给你过滤出来这样补充 就跟我说一大堆 我说那一次多少钱呀 她说一次6800 最后经过讨价还价 医疗美容院同意 以3800元的价格 给李女士做一次这个冰激修炎项目 然而回到家后的第二天 李女士就感觉到脸部出现了不适 就是眉毛不能动 正常的眉毛就往中间呀 往上都能抬 我这个就不行 我一动你这个眼睛就开始抽 然后往上这样也抬不起来 眉毛这一块还是比较强 对 如果笑的话就憋得慌 有时候好像看东西还同意 一笑这个眼睛就抖的不行 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李女士赶紧找到了美容院 然而得到的答复 却让李女士大为恼火 我当时问她 你跟我注视的是什么东西 她就说是机密他们的配方 我说我看一下你们的仪器 她说不能看 这个不能看 太原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 工作人员的这般态度 顿时让李女士的心里可就没底了 美容院到底往自己脸上注射了什么呀 出现这样的情况 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呢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遮遮掩掩呢 联想到网上一些整形失败的案例 这李女士更着急了呀 无奈之下 她给我们栏目打了电话求助 那么这家美容院 到底给李女士脸上注射了什么东西 这家美容院有这样的资质吗 随后记者和李女士 一起来到了太原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 如果要没有问题的话 也许我不会追求 但是现在我出现了问题 我就严重怀疑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质质 我告诉你 来我们家的人不是动刀的就是动针的 这种情况就是肯定是有的 还是就是说 有的人也有的 这家医美整形机构的负责人说 李女士脸上的不适症状属于正常反应 过段时间就能恢复 但至于当时给李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 她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按照规定 整形机构的用药手术过程等 这些医疗行为是需要有记录的 这些信息是可以查出来的 但为什么李女士问了几次都没有结果呢 对 不客气信息 但是我们要谈得到 应该是 那在咋个谈到 就是这个事 应该在咋个谈到 那你那咋个谈到 叫我去的一步核 没有办法 但我是自所谈的 一步核山都长不在 李女士说 她之前来过几次 每次得到的答复和这回一样 左一个没权限 又一个不知道 这才让她心里有了更多的疑虑 按理说 李女士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那这家整形机构的工作人员 为什么要这样遮遮掩掩呢 难不成这里面 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让人没想到的是 太原上任医疗美容门认部 之后的做法 那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职业许可证提供不了 竟用营业执照来冒充 不要你不要扑我 那么你干什么那么贵 声称医生请了假 提供的职业医师资格证 为何还要打马 我要让她关门 我让她复开 最终你也一分钱拿不到 是什么让她情绪激动 这家美容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我不动了 你这样咋地咋地去 还不可以吗 这么多给她 气死我了 注射到脸上的机密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李女士在太原上任医疗美容门认部 做了一个叫冰激修炎的项目后 脸上出现了不适 事后李女士也去其他整形机构咨询过 我后续了解了了解 然后也问了很多整形机构 他们说应该是推测 是打的肉毒素 因为只有肉毒素是这种 能出现这种效果 而且是打过量了 李女士所说的这个肉毒素 又称为肉毒杆菌毒素 具有很强的神经毒性 微量注射进皮肤当中 可以使肌纤维不能收缩 致使肌肉松弛 以达到除皱美容的目的 但是注射肉毒素 那可是有严格要求的 需要由有资质 并且经验丰富的医生来操作 否则一旦不慎 则可能会造成 眉毛下垂 眼带翻出 面部僵硬等等 严重者还会出现发烧 乏力 呼吸困难等症状 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那么李女士的这个症状 会不会像她所猜测的那样 就是因为过量注射肉毒素 或者操作不当所引起的呢 可是之前工作人员不是和她说 注射的是血清蛋白吗 我就坦白跟你讲 或者告诉我说 加了点肉毒 要不说这么多 怕去不了 你会告诉我 你打的什么 你会说 这才咱们 做个什么项目 是吧 这个项目做了以后 可能会引起什么不良反应 应该是有这么多书面 这么多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第20条 职业医师实施治疗前 必须向就医者本人 或亲属 书面告知 治疗的适应症 禁忌症 医疗风险和注意事项等 并取得就医者本人 或监护人的签字同意 太原 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 是否执行了 该项规定呢 手术之前要签 手术知情同意书 这应该算是常识了 手术知情同意书 既是医方履行对患者的义务 也是保证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同时呢 也是对医疗工作者认真履行职责的监督和保护 然而呀 这么重要的一个环节 太原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的这位负责人呢 却轻描淡写的说 哎呀 可能是漏了 那么这家医疗整形机构 到底有没有行医资格呢 要知道 未取得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并经过登记机关 核准开展医疗美容诊疗项目的 是不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 那你们这一个有那个什么 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有的 我们能够看一下 我跟你说 首先手续是齐全的 然后只是现在不能给你看 然后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 对 因为什么也不能看了 因为现在不在我书里面 这个东西不是 应该去店里面悬逛吗 没有 现在是啥了 因为前几天是年检的时候 拿去年检 他每年都要年检 年检去了 都要年检 但是 记者在网上查到 这家医疗美容机构 全名叫 山西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 有限公司 是2022年3月2号 才刚刚注册成立的 怎么会有年检一说呢 而紧接着 这位负责人又说 他们的医疗机构 职业许可证 网上是可以查到的 看清楚 我给你查到 山西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 有限公司 就是人家是有证的 这是什么有证 你唬人了怎么还 你看一下 我看了 这就是经营许可证 你哄谁了吗 你在这 那你要啥 这是证明你家 允许有这个医疗行为的 这么一个证 那你说这个里头 你家这个是经营许可证 这是营业执照 比如你家里有这个营业执照了 不要 你不要哄我人了 你干啥了 这个怎么会是 这不是我负责的 要不问一下他 我们手续肯定是有的 哎呀 这不就是典型的 指路为马吗 营业执照和医疗机构 职业许可证 这是一回事吗 我相信呢 作为负责人 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二者的区别 而被识破之后 这位负责人呢 又赶紧在口 说呀 自己呢 不负责这个事情 这个做法会不会有点 小儿科了 这家医疗整形机构 到底是否具备资质 我们后续呢 还会进一步的去核实 不过现在呀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需要弄清楚 给李女士 注射药物的医生 她是否有资质呢 当李女士提出 见一见 为她注射的医生时 医疗整形机构的 负责人却说 这名医生 有事请假 没来上班 这是医生的证 这个证 我不能给你 你可以看 是不是那个女医生 你看她发证 她都要把自己的马赛克的 这是当时给她做的那个 我不认识 她戴着帽子 戴着服装 这位负责人提供的照片显示 这个职业医师资格证 是一位姓黄的女医生的 但照片上的一些关键信息 都被打了马 所以无法核实该证的真伪 因为李女士 不能辨认 这位姓黄的医生 是不是当天给她打针的医生 所以 想通过前台 查询当天的记录 但又一次被拒绝 这时 这位负责人把李女士 拉到一个房间 说了这么一番话 那我告诉你们 如果说你们想采用 就比如说 我要让她关门 我让她不开 最终 你也一分钱拿不到 但是要交朋友 还是要做敌人 你到现在 你就觉得 我们是过来额钱来了 我是跟你好心 在分析这个事 这位负责人的意思很明白 出了问题 赔钱就是 可李女士 还是对注射进脸部的药物 有所担心 她坚持让对方提供资质 而这个要求 却让这位负责人 不淡定了 我不懂了 你愿咋地咋地去 还不可以吗 就不给她 气死我了 我天妈 谁都跳出来了 你爸妈 我闭松呀 你看我这种 他对我他妈 我就这种情况 我一直在这服务你 我还怕你呢 要说李女士的要求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这家太原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的工作人员呢 从一开始的遮遮掩掩左右推脱 到后来堂而皇之的糊弄 到最后呀 干脆呢 发飙了 正常的行医资格 这家美容院到底是有 还是没有呢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遮遮掩掩的呢 另外 李女士的脸上到底被注射的是什么 真的是所谓的啊 不能说的机密吗 李女士脸部出现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而关于这些问题啊 我们后续呢 还会继续去调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